主席 我是6点去开应变会议 7点到达 7点就到了 海巡署长也到了 很多长官都到了 所以你们动作蛮迅速的 是因为他有 搁浅之后发生重油外泄 所以这个蛮严重的 然后人员的死伤 还有失踪 失踪大概是都找不到了 尸体找不到了 是找不到的部分 那这个呢 我现在要问署长说 最近那个清那个油屋 最新的进度是什么 已经全部干净了吗 在沙滩部分已经清完了 那么在其实在岸部分 岸部分 海域实际上 因为那段时间正好是风浪非常大 所以它出来的油部分 基本上乳化很快 就分散掉了 就分散掉了 所以到岸边的部分 我们就把它清掉了 就把岸边的都清除 清的 都清除掉了 那在沿岸部分 因为这种这种拍打很厉害 都已经几乎乳化 那些海域都干净了 对 几乎上 都干净了 好 那干净了 干净 但是不需要到我们要去清的那个状态 那有两个问题 那个船的那个残骸 是 那个船的残骸弄清楚了没有 因为你船隔壁之后断掉 我们也下去看了 也下去 也弄清楚了 前船下去看有没有存残油 所以看到有一些 所以昨天也把它抽完了 抽完了 把它抽出来 或者说继续再出来 再冒出来 那现在长海怎么样 有没有 有没有清楚 那下一部分就是交通部的责任了 我们要移给交通部去接管下面的这个清的这个部分 那不就是 根据海巷的情况呢 这个情况可能有点像我们陈希浩要下去拆解 拆解之后才能移走 所以这件事情我是觉得 我们在官方这方面我们是处理的蛮快速的 可是很多这个那个死伤的这些家属啊 他们就觉得船东不是很负责任 他们希望呢 当然有有有后面有公权力来帮他们 那能够对船东应该负的这个责任呢 应该要负起 那当然那个渔业方面的损失 渔民的损失 那海巷署那个 海巷署是叫他们的 渔业署是叫他们拍照为证 将来可以像像哪个大方像船东 像船东 还有他的P&I就是他的保险公司 所以其实为了这个东西 我们也开了一次会议吧 更不会找来 因为我们希望确保债权能够求偿得到 所以如何去要假扣押干什么 这动作要不要做 我们都有在这个规范 所以呢 这些这些损失了 我刚才讲他们的都是弱势的嘛 不管这样都是弱势的 我们在工作方面能够协助他们 要尽量协助他们 这件事情我是觉得我们处理很明快 但是往后这个赔赏啦 这可能要拖时间 在这方面多协助他们 是我们也现在标准化这个作业 过去都没有想到这个债务保全的问题嘛 现在我们都不标准化 我们一定会做这个事情 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 这个这个是吧 刚才非法利得的 我们也会做这个事情 因为将来要求偿 图基金求偿对不对 我们现在都进入做债务保全的动作 那再来就是 我有个朋友啊 他一直要推动那个 他说他妈妈买了一台那个电动自行车 电动的自行车 大概是三四万吧 但是他觉得非常好用 买菜拜访朋友都非常好用 时速大概也可以到四十五十吧 又不用考照 又没有污染 他说非常好用 非常好用 他说我们政府为什么不大力的来推广 他说目前你们的政策 比如说 那个油电量用的 那个几百万的车 你们也是补助两万 补助多少 两万块 那这个机车补助多少 每个县是不一样 现在那个工业局补助八千到一万亿之间 问题是说 这个机车 目前根据我们这个九月份 那个公路局总局的这个资料 轻型的机车跟重型的机车 总共是一千四百七十万 四千四百零七两 一千四百多万的这些轻型跟重型的机车 署长 我们空气污染 是不是以这个为最甚 对不对 它是不是污染空气是最严重的 因为台湾 因为台湾怎么样 台湾是地小人愁嘛 所以呢 就是因为也太近了 不是那么长距离 所以机车带给他们很方便 所以很多人呢 他们都是使用机车 而且中下阶层的这些劳工朋友 他们也都用机车比较多 但是呢 我们对机车 能够助机车改成 轻型汽车重型汽车 不管怎么样 机车改成这个电动的 电动的机车 我们只补助太少了 每个县市除了中央补助 是不是三千块啊 中央补助多少 我们是 我们工业局有补助八千到一万一 然后我们再补助一千五 每个县市都一样吗 工业局补助的是一样的 每个县市都一样是吧 对对对 另外县市会加码 对我知道 每个县市加码不一样 我们是针对它太旧换新的时候 你换二十县的话 我才另外补助它 那这样子的话 这样子的话当然是 有的县市补助多嘛 像澎湖是一个 示范的一个 一个环保的一个岛 所以它这一万七是最多的 一般来讲都是三千五千 有的一万 对不对 那我们是在想 想要推动说 竟然是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这个 空污基金 我们空污基金 今年多编了 两亿是吧 是 人家三十四亿线是三十六亿 是 多编的这两亿 那我们不晓得 这个多编的两亿是用到哪里去 假设是空污基金 空气污染 我们假设能够把这个 电动机车好好的去推广 是 每部机车补助它两万块 那你三四万的话 很多人都愿意换 二星车 下委员报告 我们现在补助的方向 不是在补助每一部车子 而是补助一个它的基础建设 所谓基础建设 我们希望每一部车 它很容易换到电池 不要充电 不要自己这充很久 到一个地方就可以换到电池 给电池交换系统 所以我们现在补助的是 电池交换系统 那个要补助 可是你车子 你 车子我们现在 插电的 插电的这个 电动自行车的话 用插电 听说也很方便 很方便 很方便 现在对某一些用 用者很方便 就是说你跑的距离很短的 然后只有白天用一下 晚上可以插电这种 但有很多它还是不方便 你说基础的那些 所以我们说交换站的系统 它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 它其实还要买第二个电池 就是电池可能 一颗电池 它可能一万两万 甚至三颗电池到三万 它买第二组电池的时候 对它是另外一个负担 所以大家很多人不愿意再去买 第二个 它可能担心了 走到哪里没有电了 所以这两件事情 我们要克服到 我们现在的方向是补助 这个电池交换的平台业者 同时呢 参与平台这个交换系统的 这个机车 我们会每一部车给它 一万块钱 署长 还有一万块钱 我的重点是在哪里 你知道 我的重点是说 现在我们机车 车历11年到15年 有312万辆 那然后呢 超过16年的 有499万辆 那么多 那么多的这些机车 假设呢 我们把它就是我们补助多一点 每辆车补助2万块 它车子大概 机车也大概4、5万块嘛 它要钛换的这个 这个 这个医院高 那现在你 你补助车子 补助那个百万的那个什么 油气两用的 也是补助2万块 医院不高啊 对不对 那你补助这个 现在的补助 已经让车子便宜到 比汽油车便宜很多了 但它还是没有行销出来的原因 就是它的不方便 它的第二个电池 让它不愿意 还是不愿意买 所以我们现在问题的关键 你如何建立一个 这个环境 让它换电池很方便 让它不要买第二个电池 现在的价格 你看我们汽油车是6万多块钱 一部车啊 汽油摩托车啊 现在平衡到 这4万块钱 3万就买得到了 对不对 你便宜那么多 它为什么还不买 有这个意愿的话 当然它价格就会 就会降下来 价格平衡到 为什么它还不买 当然你的基础 就像你讲的基础 工程当然要做 可是其他你补助那些 有钱的 一百万你补助两万 有用吗 他们会买吗 他们会改成那个 油电两用的吗 现在就说 我是觉得那个钱补助 真的是没有什么 百分之一 没有什么效果嘛 把那个预算 是拿来补助我们机车的 你每个机车补助两万块 我相信很多人愿意 愿意接受 这边我赞同 就是说你把一些 其他的东西 拿来这边我赞同 那个意愿不高嘛 你一百万的车你说给他补助两万块 油电两用有用 但是补助机车本身的时候 还是基础建设掀起来 可能比你 那个当然要做 双广齐下嘛 我觉得有些东西 你真的是要看清楚 哪个污染最多的 你应该补助多一点 那那赶快太换嘛 对不对 那汽车的话 它本来就很有钱嘛 你补助两万 意愿不高嘛 对不对 对我这个赞同 赞同 那你的计划重新改啊 我看你这个 这个这个边的 这个这个资源的分配 我觉得是 是不是很好 好谢谢 好谢谢 谢谢